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酥脆的油渣 细嫩紧直的肉片 更重要的是包裹自制的鱼香料汁 香味四溢 这样一道菜怎能没食欲呢 制作鱼香脆滑肉 你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猪通脊肉 辅料有 菠菜心 油渣 调料有 泡辣椒酱 鸡蛋 豆瓣酱 酱油 黄饺醋 像是咱们经常说 那个鱼香 叫做不见鱼而有鱼味 是来自于这个酱吗 鱼有这个酱 关键它那个 出来以后甜酸咸辣 像家庭烧那个豆瓣鱼的味道 所以它叫鱼香 这么来的 感觉好好吃啊 是吧 咱开始做吧 那咱们先把肉处理好了 好 这切片 你看这个 一批 我们要切枝这边 从中间一批 批开 然后再一改 这个肉片啊 切那么小 会不会吃着不来劲呢 谁说的呀 这个的小 你看片子 片成薄片 不知道 这儿咱就可以切片了 这个片呢不要太厚 切薄一点 薄一点了 然后应该是大母之间那么大的 对 比较大的那种片 你那一说太小了 我就切的稍微大了点 满东里那个 你这爱吃肉看来是 对 特别爱吃肉 而且觉得这个肉吧 只有大一点那个口感 才比较丰满 不是过瘾 关键是 是 来劲 来劲 咱们这个猪肉 通脊肉 大概要用多少啊 我们 根据那什么 咱们的时间是 三两左右 三两左右 那得多 那如果这个肉三两的话 咱们这个油渣用多少呢 有一 浩浩的这个脆哨 就油渣啊 一两来的就行了 那大概就是通脊肉和油渣 是三比一这个度 对 这个跟你个人口外 我爱吃这个 好多人爱吃 多放点 多放点 撒上就得咩 多吃咩 好吃 是吧 爱吃 这片我们就快切完了 切完了 那就一上浆 那就炒去了 快得很 咱们这个通脊肉啊 太瘦了 这么瘦的肉吃起来 会不会有点老 会有点硬呢 我们一会儿通过上浆 改善它这个口感 让它变得滑嫩一些 对 让它变得滑嫩 而且我们不用油去煸 今天 我们用水给它窜熟了 我们再把这个切完片就够了 那就不做了 够使的了 那我拿走了 好 这锅片我们切完了 我们先往那边放一点黄酒 放黄酒 对 这是干嘛使的呢 一个是去益 提鲜 还有增香 增香 我们有这么一小勺黄酒 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 盐不要多 切的不要多 底味 基本味就行了 有点就行 简单上一点 对 黄酒 盐 一般要做鱼香菜都用酱油 对 外面底味 那今天我们这不用 为什么 除了它漂亮 哦 就得色香味俱全 对 黄酒 盐 外面底味也好 我们给它抓住 底味 这个一定要抓黄的 抓出黄性来 对 粘手了 你看 对 抓黄 让它粘手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 蛋清 蛋清 这个咱们基本加 四分之一个蛋清就够了 四分之一个 对 一个蛋清的四分之一 对 这么少啊 多了不行 好了 三两个肉 四分之一的蛋清 这是为了锁住猪肉里边水分 然后更加的滑嫩 爽 弹 但一般锁水什么的 不都会用淀粉吗 先加一层蛋清 然后再加一层水分 水淀粉 就是湿淀粉 就双重来锁水 对 来 现在麻烦你干点事 干嘛 做水 点火做水 热水 嗯 您看这水放多少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水做上了 你看 嗯 刚才咱们不是有点水淀粉吗 水淀粉 哎 这个时候的蛋清抓你了 黏了 嗯 我们往里边加一捞点浓稠的这个淀粉 下边那种比较干的 对 稠一点的 这个淀粉的量大概是多少啊 跟蛋清差不多吧 这个比蛋清还略多 比蛋清略多 对 啊 蛋清呢 比如说你割了四分之一个 嗯 这基本呢是二分之一个蛋清的量就行了 嗯 大概将近两倍左右了 对 水开了吧 嗯 改小火 嗯 你看我把这肉啊 咱们就给抖散下锅 分散开放里边 对 咱们这个水放的不少吗 不少啊 那这时候火需要改大火吗 不用 小火给养熟 对 一会我们的清水拿块得通散了它 哦 好 成一片一片 我们现在不要着急 你看 嗯 当它定了行 我们加点火就行了 你看那也不会蒸过 现在上面还有一些就是表皮没有凝固的 对 咱们再看一看 对 不着急 千万不着急 定住了 开大火 这样就不会变形了 对 那这个大火需要煮到什么分成算好呢 一窜开锅就基本上熟了 哦 反正肉熟透了呗 哎 然后这肉你看它非常的白 哦 变成洁白色 是 颜色越来越白了 好 我们就可以改小火 嗯 啊 然后你看小火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 不一个加火就行了 你尝一尝 看熟不熟 你要先尝基础的 一会儿来吃那个复合的 嗯 有咸味了吧 基本的 肉是不是先说肉嫩不嫩 特别嫩 熟没熟 熟透了 好了 这本来以为这个肉啊 瘦会比较柴呢 没想到这个口感还挺顺滑的 挺顺滑的吧 嗯 我们现在锅里边来上点底油啊 也是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啊 这个无需呼什么呀 我们来点底油不要太多啊 还要小火 现在可以开大火了 开大火 开大火了 我们先搁什么呀 先搁豆瓣酱泡辣椒 豆瓣酱泡辣椒 咱们是先调那个味儿吗 现在 对呀 炒这个汁啊 你看豆瓣酱 我们这豆瓣酱在里边占三成 然后泡辣椒占七成 泡辣椒和豆瓣酱是七比三 对 炒这个酱啊真是一门功夫 炒好之后这个酱做啥菜都行 不是 这个酱不是 我们就炒这个菜用 这都是剁细了的 剁细了的 剁细了之后拿油喂好的豆瓣海椒 你看这一炒的油就红了 我们要炒到油红酱酥 油要炒红 酱要炒酥 酱要炒酥 酥香它又没有生豆瓣的味道了 然后我们加小料 你看这小料不是有葱姜蒜的沫吗 对 我们就给它加一碗 这个葱姜蒜的沫感觉都跟豆瓣酱的量差不多了 对 没有那么多 姜少 姜少少 蒜多 葱多 你看这个 煎一炒 姜出香味了 把蒜 葱也倒进去 先放姜 后放酥蒜 这一炒给它炒香了 炒香了以后呢 我们就往那边 好好闻啊 好好闻 你可以改小火 没有经验你可以改小火了 我们往那边放什么呀 放黄酒 又放黄酒 对 你看加黄酒了 这个是什么目的呢 要合味一会儿 我们加酱油 这个酱油要少 生抽 对 生抽不要多 酱油 一小勺 对 黄酒 然后盐可以放 可以不放 因为豆瓣很咸的 要好豆瓣不咸的话 可以剩一点盐 这块可以稍微尝一下 看个口味了 不用尝 少放盐 你看然后糖大一些 糖要放多少 这个基本两大勺 我们把糖放进去 然后我们 这时候这要往什么 你看 我们就往那边 加上一点点的汤 加汤 对加水 你给我煎一点水就行了 来 煎一点水 如果要是放汤的话 放什么汤啊 我们要放普通的 骨子汤肉汤 鸡汤都行 高汤 对 你看我们这个汤呢 嗯 也放这么多 嗯 放点汤 我们就往里边加醋 好 这个醋跟糖 比例基本一比一 如果这要陈醋 就少来一点 哦 因为陈醋比较酸是吧 对 加上汤 加上醋 调好味了 这时候我们开大火 是吧 你看 准备水淀粉 我们就勾芡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 这个酱已经很香了 酸味 辣味 甜味 咸味 咸 都有了 咸子都开出来 我们就要水淀粉 要勾芡了 嗯 芡汁下去以后 你看 炒粘糊了 哎 我们把这肉片 就下锅了 哦 先下肉片 哇 直接上色了哈 上香了 然后你看 在这薄菜心这里了 先放菜心 对 放上薄菜心 油渣 吹上 撒进去 准备出菜盘 就行了 出锅了 起锅装盘 好香啊 这个菜虽然说没吃过 但是鱼香肉丝之类的 我还真是特别爱吃 下饭啊 这个也下饭 你看小薄菜心绿绿的 是吧 嗯 好了 鱼香脆滑肉制作要点回顾 一 肉切薄指甲片 然后用黄酒 盐 马胃抓匀 然后加入蛋清抓匀 再用浓稠的水淀粉上浆 二 锅上火加水烧开后 下入肉片汆烫成熟 之后捞出备用 锅中倒入少许底油 热锅凉油 将豆瓣酱和泡辣椒酱 按照三比七的比例放入进行炒制 三 油红酱酥之后 放入葱姜蒜末炒香后改小火 倒入少量黄酒 酱油 盐 糖 调味 之后加入少许水或者高汤 调入少许醋 开大火加入水淀粉勾芡 然后放入肉片炒匀 最后放入菠菜心和油渣 即可出锅 说实话 那个牛大师 这个鱼香 咱们经常吃什么鱼香肉丝之类的 但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您今天跟我们再细的稍微讲一下 其实严格意识讲 应该是咸甜酸辣 四味病重 虎香鸭 要和 要和谐 调味嘛 你吃这个时候 应该是甜酸咸辣 就好吃了 反正吃这个菜呢 我就有一种感觉 来玩米饭呗 烙饼也行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如果这个时候 您平时吃饭 没什么味头的话 就来这么一道菜 保准两碗米饭 一点问题也没有 好了 我们好吃 但是不懒做 天天锦囊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食用小菜 利用青菜的根筋 和简单调料 就能做出一道菜根香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黄瓜 香菜根 尖椒 香芹 酱油 盐 做法很简单 一 黄瓜 香芹 香菜根 改刀 将食材混合 加盐 酱油 加入小米辣 拌匀 腌制一小时 即可食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